本能超漂亮 最新闻獨家捕捉 這人選似乎已經敲定 彥聳是要被提名啦 23號中常會結束後 鍾小平現身國民黨中央 據了解就是特地來找朱立倫 討論立委提名事宜 雖然鍾小平低調回應 不便發表任何意見 一切由黨中央決定 只是在柯文哲已經表態 離讓舞蹈及愚美人情況下 若鍾小平加入戰局 鍾正萬華這一席等同藍白對抗 民進黨參選人吳佩義則分析 這基層已經開始焦慮 國民黨黨部非常的焦慮 甚至祭出說吳佩義是來拔樁 也要求不要跟吳佩義來互動 其實國民黨要重拾基層的信息 消除焦慮感 是應該把自己的家務室做好 不只鍾正萬華藍白失去合作空間 連江縣立委民眾黨23號也提名 律師曹爾凱參戰 挑戰國民黨先任立委陳雪生 以及民進黨連江黨部主委李問 區域立委多區上演藍白火車對撞 儘管藍白陣營互相釋出善意 但在立委布局依舊各自較勁 三立新聞李忠憲王嘉宏文文玄